Hello大家好,我是广师小凤 我们这个鱼塘今天已经是第三天动工了 但今天由于这个师傅没时间 要忙着收稻谷还是做其他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说今天就停工一天 明天再开始就是继续挖 这里还要再挖一天到两天左右 快的话一天半就OK了 但慢的话有可能还要再挖两天 所以说这个投资还是蛮大的 挖到那边去那边然后从到那边还是挺大挺宽的 里面呢我姐说打算养鱼 养个千把鲸鱼 然后上面呢就是养鸭 然后鸭了渴了都会下去就是喝水 还是挺好的 我姐这个想法不错 小凤 过来小凤过来 你看到我这个规模怎么样 要挖多少天啊 要挖多少天啊 我计划就是一天半左右 到那个师傅所有两天 你外面还要挖吗 挖挖挖挖挖挖挖 一直挖到外面去 挖的话最少要挖三天 不用 做人要精打细算 你不要人家说发两天你就给他三天时间 那这样能发财吗 是吧 你这里太小了 你这个这里还要挖 这块地不是我们的了 不是你们的 这块地是邻居家的 所以说上面那里 小凤啊 你别看我这里投资这样啊 不少投资啊 上学本的我跟你说 今天我跟我讲 这样子不会亏本吗 啊 这样子不会亏本吗 那万一赚了呢 万一赚了呢 你怎么知道就能赚了 万一亏了呢 好的不说 不说坏了真的是 你这样子能不能激励一点呢 行啊 直到你现在很牛了 是个女强人啊 我都 我都不好意思面对你了 之前我在柜林我也想这样子 请挖掘机挖一个大鱼塘来养鱼的 呵你那个只是说了完完 我这个说干就干 你看 这次你过来没有多久吧 我跟你说我这个鱼塘要改造 你看说改就改说干就干 从来不脱泥带水的 你那个 说了一年了 我认识你到现在都没动弓 我这个说干就干 你看的不像吗 不错不错 呵你以为啊 谁要是能娶到你啊 真的这辈子不愁吃穿啊 这么会创业 肯定啊 我跟你说啊 我那些堂姐啊堂哥都说 要是谁娶到我杂小凤啊 不得了哦 看着你这个个子那么小 没想到干事情能干那么大事情 我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你现在才知道啊 就是说真的啊 我还有很多在后面老子没亮出来 因为现在呢我跟我姐创业 不是很好 我说我跟你们一起养鸭子 你们又不同意 是不是 那你姐不同意 在桂林的时候 如果你跟我现在创业啊 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咯 搞得我在这里啥都不是 我在这里耗着 除了每天抓鱼 还是抓鱼 小小小 小小到时候我这个鱼堂养鱼 守鱼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啊 守鱼的任务交给你 在这里守鱼啊 对 要守吗 养鱼要守吗 不用守 要要要要 因为现在啊 很多邻居都会来这里拿的 有的时候他抓一条两条 我们跟他熟了又不好意思 你跟他不熟了 你就说不能抓 熟我也不会守很久啊 到时候你实在不愿意跟我回桂林 我还是要回桂林去乡亲的 有什么办法 我现在年就大了 我等不了你那么长时间了 小勇啊 你现在等不了我 没事 你等我以后创业成功了 买房买车了 你就知道喽 那个时候你更看不上我了 所以说人呢 要往前看 要向前看 不要总待在那个大厂里面 没出息的 你不为了你这一代 你又为了算一代 你想想 你爸爸这一代已经这样了 你这一代也是 你还想你算一代 在大厂里面待着吗 反正我不喜欢去城里面买房子 我不喜欢去城里面审活 你喜欢你去买你去买 哎呀我们性格不合 我就问你 现在你羡慕我创业成功吗 羡慕肯定羡慕啊 那就是喽 那你羡慕我比你强吗 强 那你成不成功我比你强啊 肯定成功啊 比你成功吧 对 我跟你说 打工呢 我工资比你高 比你成功 创业呢 我也比你有成功 有成就感吧 你打工工资有我那么高吗 我一万啊 你做过保安吗 你帮兵洗过车吗 我洗 我做过保安 我帮兵洗过车 我做过洗车工 你做过吗 我没做过 我做个品质 我做个文言 做个财务 那就是咯 财务 什么概念 所有的账务都会我管的 哦 这样子啊 哼 你那个洗车工算什么 那就好好干嘛 祝你早一成功 创业发大差 我现在已经成功了 跟你说 还要你租 你不祝福我照样成功 我去抓鱼了 去吧去吧 这个小勇啊 当初呢 我叫他在桂林 跟他两个人就是大干一场 他死活的不同意 现在啊 看到我这么成功啊 还是有点心不甘情 无厌的样子 说真的 他说不嫉妒我 然后呢 也不说就怎么样 他其实心里面还挺嫉妒我 就是创业成功的 因为我跟我姐说干就干 刚开始呢 我也在犹豫在徘徊 就说要不要投资这么大 就是扩大规模 但我想了一下 万一我赚了呢 是不是赚了 然后买车买房 就不是问题了 是不是 我在我是这样想啊 毕竟我是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我没结婚 然后上没有老 上没有小了 没有什么压力 像小勇就不一样啊 他上面有父母要养 因为他是家里面的犊子嘛 我呢就是姐妹多 我就感觉没事 有钱就往里面投 然后万一成功 说真的 我买房买车就不是问题了 看来啊 我这选择还是对的 我现在过去那边看一下 看一下挖的怎么样了 如果挖的不好 我叫那师傅再反攻反一次 因为钱我已经出了 挖的不好 不合我意的话 还是去的吧 我们搞这么大的规模 说真的 想不成功都拿了 看到没有 从这里 然后一直到那边去 我看来 我看来 感谢观看